著名表演艺术家田华 因成功的在电影白毛女中扮演喜儿 党的女儿中扮演李玉梅等爵 而被广大观众所熟知 而大家所不知的是 自2008年以来 她的家中竟然接连出现了四位癌症患者 田华的孙儿杨潇 近日参加这件卫视 《我不是明星》节目时透露 为了筹措给四位家人治病的资金 已经87岁高龄的田华 不得不疯狂接活赚钱 而就是这样 她的三儿子还是在今年六月不幸去世 田华可谓背负着巨大的悲痛 参加了9月3日的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阅兵式 节目中杨潇透露 每个星期我都会陪着奶奶去食堂买菜 每个月的伙食费 定的就是1000块钱 家有病人 医药治疗同时还要保证营养 杨潇的父亲最爱吃草莓 田华每次都买最大 最好 最新鲜的 亲自喂儿子 自己却从来不舍得吃 她自己的零食是黄瓜 小胡萝卜 然而田华老师的疯狂接活赚钱 其实有很高的底线 她参加的主要是无偿的公益活动 以及出场费很低的社会活动 她不做广告 更拒绝在电视节目中 诉说窘迫 以博得救助 目前87岁的田华老师身体很好 身边硬朗平时喜欢走路心态也好 其实2008年之前我们家都挺好 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但是到了2008年2月份 我妈妈被查出来 得了癌症 乳腺癌 然后2008年8月份 我爸爸又被查出来得了癌症 是肺癌转移脑癌的晚期 然后2012年 我二婶也被查出来得了癌症 乳腺癌的晚期 在最近的2013年年底 2014年年初的时候 我爷爷被查出来 得了肝癌转肺癌的晚期 著名表演艺术家田华 因成功的在电影《白毛女》中扮演喜儿 党的女儿中扮演李玉梅等爵 而被广大观众所熟知 而大家所不知的是 自2008年以来 她的家中竟然接连出现了四位癌症患者 田华的孙儿杨潇 近日参加这件卫视 《我不是明星》节目时透露 为了筹措给四位家人治病的资金 已经87岁高龄的田华 不得不疯狂接活赚钱 而就是这样 她的三儿子还是在今年6月不幸去世 田华可谓背负着巨大的悲痛 参加了9月3日的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 节目中杨潇透露 每个星期我都会陪着奶奶去食堂买菜 每个月的伙食费 订的就是1000块钱 家有病人 医药治疗同时还要保证营养 杨潇的父亲最爱吃草莓 田华每次都买最大最好最新鲜的 亲自喂儿子 自己却从来不舍得吃 他自己的零食是黄瓜小胡萝卜 然而田华老师的疯狂接活赚钱 其实有很高的底线 他参加的主要是无偿的公益活动 以及出场费很低的社会活动 他不做广告 更拒绝在电视节目中诉说窘迫 以博得救助 目前87岁的田华老师身体很好 身板硬朗 平时喜欢走路 心态也好 其实2008年之前我们家都挺好 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但是到了2008年2月份 我妈妈被查出来 得了癌症 乳腺癌 然后2008年8月份 我爸爸又被查出来得了癌症 是肺癌转移脑癌的晚期 然后2012年 我二婶也被查出来得了癌症 乳腺癌的晚期 在最近的2013年年底 2014年年初的时候 我爷爷被查出来得了肝癌转肺癌的晚期 我给你带来 我先送他 我先送他 去转勺 我先送他 好 你不用我 你不用我